现代人因为生活压力大 经常会有腰栓背痛 或者是慢性病等诸多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 原本是上班族的刘辛翰 就开始接触太极拳练功养生 而最后呢 自己还研发了一套转级功法 并且在崇光社大开班授课 希望透过比较简单的一些太极拳的动作 来帮助和他一样有困扰的民众 太极拳初学者很多人 因为难度过高而半途而废 因此刘辛翰从太极拳 自行研发出一套转级功法 一旬太极拳的精神并简化了动作 在崇光社区大学开课两年多时间 热到学生热烈回响 因为他们肩松不下来 尤其现在肩松不下来 甲级松不下来 整个人是硬的 是没有办法练太极拳的 那我那个学导演又 很有效但是很稀苦 现在人说你教一天到 蹲马步这些很难 后来我就开始自己思考 然后我自己就慢慢慢慢 衍生出一套方法来 我自己在练 我认为练的效果很不错 然后两年多前 我就在崇光这里要求开课 那这两年开下来 看起来效果很不错 刘青汉的转脊功法主要强调放松全身筋骨 透过扭曲拉伸 松筋正骨并配合吐纳 使气通行全身 推行血的运行 借此将身体不通堵塞的地方打开 刘青汉说 如此一来便能达到身心舒畅的效果 健康自然会跟着来 曾经患游舞时间的学员甘震松说 自从练了转脊功法 病症改善不少 也有学员表示她现在全身筋骨越来越柔软 不再硬邦邦感觉变年轻了 而爬山受伤的学员青晓莹 原本手部无法抓握 现在也灵活许多 想不到做不到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就比我自己做物理治疗 还有明显的改善 它就是很柔软 让你拉筋 老师有一套他的理论基础 本来我也是随太极签 当然想不到这个是比太极签更基本的功法 我今年72岁 那么刚刚退休了一两年 因为我没有参加运动 所以身体的状况非常不好 那么自从参加老师这个转脊功以后 当然都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好 日积月累的 经过两年以后 我觉得我现在整个身体变得很轻松 很软 身体很软 不像那么硬了 我参加了一期 这是第二期 我手目前看起来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 刘青翰强调快乐学习是他的教课理念 希望学员可以从简而返 循序渐进 一步步调整身体状况 继续声明正门期 新店财宝报导